今天节目咱们来说一位特殊的毒贩 为什么说他特殊 因为他曾经是一个老革命 这个人叫杨莲华 杨莲华是贵州安顺人 雇农出身 父亲去世一个月之后他才出生 1958年 他在一家小钢铁厂参加工作 一年之后参军来到了 云南 1961年 部队奉命开赴中缅边境地区剿匪 在一次战斗之中 一个冒烟的手榴弹 落在了副连长的身边 杨莲华个子不高 还不到一米六呢 这小个子战士杨莲华是奋不顾身 就扑在了副连长的身上 保住了副连长的性命 得亏杨莲华也没被炸死 在医院住了三个月之后 回到了连队 23岁的杨莲华因为立功就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在此后的五年时间里 杨莲华五次被评为五好战士 优秀党员 他担任班长的班级呢 也连续五年被评为五好班 可惜啊 杨莲华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好 因为是个文盲 在部队最终也没提干 1966年3月 背着背包就来到了位于云南楚雄的 国家林业部金沙江会战指挥部 在这个条件艰苦的地方呢 由一名食品采购员一步步的干到副连长 连长党支部书记 1972年 他担任了云南省林业厅所属的林业工程公司武装部长 1978年 武装部啊被撤销了 他又担任了新组建的公安派出所的副指导员 1983年呢 调到了云南丽江地区商业局 驻四川潘之花办事处 担任车队的队长 1986年至1988年 还担任了办事处的经理 从这以后到退休的九年时间里 一直是办事处的保卫科长 在潘之花工作的14年间呢 除了当一把手的那两年 他12年都被评为了优秀党员 他所在的办事处 人们对他的评价就是革命的老黄牛 很多年里人们都用老革命这三个字来称呼他 他是肯干 有些人呢 爱占公家的便宜 办事处的办公桌椅这些物品呢 常常莫名其妙的就成为一些人的私人财产 办事处曾经开过一回公务还家活动 保卫科从许多人家里边 抬出了很多公家的东西 那保卫科长家里边是个什么情况呢 杨莲华就把人们领到自己家 对他有意见的人呢 在他家里边是翻来找去 硬是没找出一件公家的物件 开会的时候 领导常把这事放在嘴边上 说咱们大家伙啊 就得多向老革命学习 1998年1月27号 是农历大年三十 退休之后的杨莲华呢 在自己的家里一个人过年 过年了吃点好的吧 12块钱买了一只卤鸡 吃完之后呢 就上了床了 听见别人家是鞭炮齐鸣啊 嘚啦咣啦 杨莲华呀是老泪纵横 他怎么就一个人过年呢 其实啊 他曾经有过一个温馨的家 30岁的时候 杨莲华从贵州老家 领来了18岁的不一族姑娘 叫王朝英 俩人呢 在金沙江畔就结为连理了 这个漂亮姑娘啊 是杨莲华转业之后 回家探亲的时候认识的 他们是自由恋爱 婚后两个人的感情呢 也一直挺好 甭管上班多苦多累 只要一回到家 老杨准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三个上学的儿女呢 也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顾 那时候啊 妻子也是身强力壮 为了多挣点钱 贴补家用 吃完饭之后啊 两口子还经常一起到附近火车站 去当搬运工 有一个星期天 杨莲华和另外两个汉子 一块歇大米呢 一截车皮是装了60吨呢 要把这麻袋啊 背出去四五十米远 三个人干了四个多小时 硬是把这一截车皮就给搬完了 那时候老杨身上也有使不完的力气 背起180斤重的麻袋 走起来啊 是虎虎生风 1998年 正是全民皆商的时候 大伙都想着下海经商 王朝英呢 经不住诱惑 拿着家里两千多块钱积蓄 跟着别人去捣钢财了 可王朝英也是文盲 没多长时间是血本无归 对于他们这么一个家庭来说 丢了这笔钱 这是闯下大祸了呀 王朝英从此就没敢再回家 跟上一个一起做生意的河南男人就跑了 当时啊 老杨的三个子女还在上学呢 一个高二 一个初一 小女儿才上六年级 家里可就乱了套了 俩儿子相继都辍学了 开始打工 再下班回家 老杨啊 赶紧扒了几口饭 就得忙着种菜喂猪 是又当爹又当妈 有一天走进家门 听见女儿哭着在喊妈 老杨是又惊又邪 哎呦 那口子回来了吧 可再听下去啊 老杨鼻子一酸 妈呀 您怎么还不回来呀 我爸过得好苦啊 隔着门缝 老杨看见女儿莉莉啊 在那抹着眼泪 自言自语呢 莉莉呢 职业高中毕业之后 就开始到饭馆打工 刷盘子刷碗 这时候老杨 实际上就是空巢老人了 后来大儿子和女儿 都到了丽江打工 二儿子呢 虽然说在潘之花 娶妻生子 但也没跟他一块住 儿女们偶尔回来看看他 给他带来一点 亲人团聚的这种快乐 绝大部分时间 老杨都是一个人在家里边 不识字 也不会看书看报 家里也没收音机 也没电视 老杨那时候就说过 实际上我是有老婆 有儿女 我甚至有孙子呀 可是呢 我过的日子呀 跟和尚差不多 老杨的身份呢 其实是挺特别的 从云南楚雄到四川潘之花 老杨一直担任各种大大小小的头头啊 可因为没文化 始终没有成为干部 退休的时候 他的身份还是工人 可是在很多认识他的人的眼里 老杨呢 更像是一个农民 他家四周啊 凡是能种的那些零碎土地 都被他利用起来了 多少年了 他很少买菜 吃什么 就到地里边自己种 自己摘 此外呢 每年呢 养那么两头猪 一头猪杀了 留着自己吃这一年 另一头卖了贴补家用 1994年 老杨的单位 出了件大事 办事处用办公楼仓库等固定资产做抵押 从银行贷了180万 结果被一个搞承包的经理就卷跑了 银行呢 就给办事处贴了封条 从这以后 老杨和办事处其他60多名职工 每个月只能领到云南立乡财政上给的50块钱的生活费 老杨是保卫科长 得负责看守办事处天天得去上班 每个月50块钱的工资一直是拿了三年 直到退休前半年办事处来了新领导才领到了工资 退休的时候 给了老杨 一共是5000块钱的退休补助 除此之外 一点积蓄也没有 而这时候呢 单位的房改 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 老杨住了14年的几间破平房 一次啊 得交4万多块钱 拿不出钱 这房子就得分给别人 一天清早 分到他这套房子的同事老陈一家 搬着家具铺盖卷 来到家门口 就等着老杨腾房子了 那老杨没办法啊 只能又搬进了单位重新分给他的 一套好多年没住过人的旧平房 这套房面积不小 可是啊 很破 下雨的时候 哪哪都漏水 就是这房子 老杨也得掏三万七千块钱买下来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呢 何况是这么大一笔钱 让他去哪找啊 可没钱 我住哪啊 我没家呀 上班的时候 哪怕是跟同事打打扑克 下下象棋 也挺开心 可现在退休了 光耿司令一个 俩孩子没结婚 他那要钱没钱 连个窝都没了 这一辈子 这不就白混了吗 想着自己 奋斗了一辈子 奉献了一辈子 混成这个样子 这心里边啊 非常的不平衡 这时候呢 就有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 叫牧楚 是一个毒贩子 三十来岁 中等购 四川大梁山遗族人 皮肤挺黑 还穿着一件脏不垃圾的黑西装 跟几个差不多同样模样的人 住在离老杨家 一百多米远的一个盐洞里边 每天呢 牧楚都会从老杨家的门前经过 有一回呢 老杨抱着竹筒水烟 正要在这抽烟呢 牧楚啊 就递给了老杨一根纸烟 就跟他聊聊天 老爷子 房子破成这样 该修一修了啊 老杨一听 这小伙子这么不会说话啊 专统人废管子呀这是啊 这时候牧楚 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 用卫生纸包的纸包 就展开了 老爷子 知道这什么吗 不知道 这什么呀 海洛阴 哎呦 这可把老杨吓的呀 牧楚告诉他 你别看我穿的不怎么样 这生意 我做了一年 我在银行有了三十多万存款了 怕老杨不信 还搬着手指头 一五一十的算给老杨听 照他的说法啊 一次生意下来 五千块钱 就能变成三万块钱 这一下翻六番啊 老杨赶紧说 我没钱 我没钱 就拒绝了牧楚了 可是啊 拒绝之后自己回到家里 晚上睡觉之前这么一想 还真是心动了 在潘枝花市 河门口的桥头 老杨经常看到像牧楚 这样的人鬼鬼祟祟的 跟那些面黄鸡兽的人 做交易 牧楚告诉他 说他们的生意啊 就是海洛阴 难道这事儿 现在管得不严呢 杨莲华呢 就也开始留心起买主来了 有一个四川绵羊人 叫黎州华 跟老杨有过十几年交情了 老杨当经理的时候呢 办事处啊 买过这黎州华的铜矿石 后来呢 这小黎隔个三年两年呢 就来潘枝花一回 也经常买点韭菜 去看看老杨 有时候俩人呢 也通通电话 1998年四月初 俩人在电话里 又说定了一笔生意 干什么呀 卖海洛阴 牧楚的鼻子就跟狗似的 那么零 老杨从银行 刚取回那五千块钱 牧楚就出现在老杨身边了 当天傍晚的时候 坐在老杨家门外 一百五十米远的铁轨上 俩人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这天晚上 老杨又是一宿没睡啊 把将要赚到的钱算了又算 两天之后 试着找一个老乡借钱 老杨的借口呢 是说要买房子 这一位呢 又是老乡 又是老战友 二话不说 取了一万块钱就给他了 当天傍晚 老杨跟牧楚 又在铁轨上交易 四月十一号下午 老杨揣着二百二十四克海洛阴 就到了四川德阳 和黎州华一起 又到了西安 十二号下午 有人安排他们两个人呢 住进了西安市自来水公司招待所 可是这头一出买卖 还没正式弄完呢 十三号凌晨 握着手枪的便衣警察 就掀开了老杨的被子 老杨被抓获之后啊 对所犯的罪行 也是供认不讳 一审判决 判处老杨死刑 判决下来之后 杨莲华呢 见到了长子菲菲和女儿莉莉 收到他的信 儿女啊 从云南赶到西安 给他带了棉衣棉裤 里里外外的衣裳 并且呢 还花了不少钱 给他请了律师 按规定啊 老杨还不能跟亲人见面 儿女们只能在律师 见老杨的时候 隔着十几米外的警戒线 远远的看他两眼 老杨因为不识字 也确实不懂相关法律 从牧处手里 接过毒品那天 直到一审判决宣布之前 老杨从来没想过 这次犯法会要了他的老命 甚至一直以为 最多也就判个五到八年 一审判决下来啊 老杨都差点瘫倒了 精神都崩溃了 老杨被抓获的时候 身上搜出了五十多克海洛因 其余的毒品 是他主动交代给民警 并且带着民警去起货的 管教干部呢 确实对他也不错 找来法律的书籍念给他听 并且还劝他说你啊 上诉到省高院吧 并且让一名有文化的赛亚人员 替他代笔写了长达七页纸的上诉书 最终省高级人民法院 终于将他的死刑改判为了死环 判决书下来之后 大伙才老杨最关心的是什么事 他就问了一句话 这上面媒体开除我的党籍 我现在还算是党员吗 我的党啊 入的可不容易 拿命换来的 要是丢了 太可惜了 老杨之所以会问出这样的话 显然是没弄明白判决书上的那一句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20年2月15日的下午三点多 重庆市开除区一个派出所里面 走进了一名三十多岁的女子 他报案称自己的丈夫在家中病亡 当职的民警立即的跟随这名女子上门查看 进门以后 民警发现仰卧在地上的死者同样三十多岁 上身穿着青蓝色的睡衣 下身没有穿裤子光着脚 从现场看 没有明显涉及到刑案的迹象 仅在外围的一个垃圾桶内 提取到了一个空药瓶 切晓的是 这个女子神态镇定 虽有悲伤状 却似乎少了一些失去亲人的悲痛 于是民警就对楼上楼下的邻居 展开了走访 结果发现 曾经有住户向社区反应 在当天的凌晨 该女子家中有成年男子的喊叫声 和踩踏地板的声音 但是中午两名社区的工作人员 前去查看时 这名女子说 没有事 由此 民警对死者是否是他杀 就产生了怀疑 经过再次的盘问 女子终于承认 是他无法忍受丈夫施暴于他和孩子 才将其杀害 经过检验 死者的心中没有检出常见的农药毒树墙成分 可以排除以上毒物中毒死亡 最终的鉴定结果 死者是因为生前被五亚口鼻 勒劲 导致机械性 窒息死亡 那么 这对夫妻间有何仇怨 一个弱女子用了什么手段 才达成了这样的严重后果呢 女子的供述 还原了这出悲剧的真相 这个女子自称叫朱小梅 十年三十五岁 死者叫侯刚 当年三十六岁 两个人相识于2014年 那时朱小梅正在另一场婚姻中 已经生养了两个孩子 后来朱小梅与前夫离婚 长子小熊随她生活 2018年4月 朱小梅和侯刚 组成了现在的家庭 正常来说 既然能够接纳朱小梅为妻子 侯刚就应该用宽阔的胸怀 接纳朱小梅的过去 这也包括朱小梅的爱子小熊 何况两个人婚后 虽然十分努力 却没有能够升华出 新的爱情结晶 侯刚更应该珍惜 这个没有费力就得来的妻子 然而 侯刚对小熊表现出来的是厌恶 从开始时的不喜欢 逐渐升级为动辄斥责 再到无缘无故的殴打孩子 甚至心疼孩子的朱小梅 在旁劝姐也会遭到侯刚的拳打脚踢 结婚不到半年 朱小梅就经常的出现头疼 失眠等症状 只能是靠药物解脱一时 袁小姐过后 小熊从亲生父亲家 回到了朱小梅的身边 侯刚对她的厌恶又中了一层 从原来一两天一顿拳脚 升级到一天用一架打几次 朱小梅去劝姐同样不能幸免 悲愤在朱小梅的心中油然而生 朱小梅觉得自己和儿子太可怜了 再这样下去 她和儿子都可能被打死 于是就产生了要把侯刚弄死的想法 2月13日 侯刚又使用一架狠狠的打小熊 当然是打在小熊肉比较厚的地方 但是无疑还是腾在了朱小梅的心里 她含着眼泪偷偷的用手机 录下了视频发给了前夫 同时下定决心该行动了 当天晚上她就从自己吃的止疼药和 助眠药中分别拿出来两粒混到了侯刚正服用的西药片中 随后她拿着药端着水来到了侯刚身边 做出了关怀的样子说该吃药了 侯刚接过来之后是一言而尽 侯刚因为在外面打工的时候 因为不检点就染上了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毛病 所以她每天都得喝一把西药片 刚好就给了朱小梅可乘之计 但是出乎朱小梅意料的是 侯刚除她睡得更香甜了 没有任何其他的表现 甚至经历恢复的很好 第二天竟然接连打了小熊两次 此时朱小梅的内心彻底的愤怒 2月14日的晚上朱小梅又分别把两种药 各增加到三地端到了床边给侯刚喂服 侯刚很快又憨然入睡 朱小梅翻箱倒柜的找出了一堆毛线 电线以及围巾为最后下手做着准备 到了2月15日的凌晨5点左右 她趁着侯刚还在沉睡中将她的手脚 用毛线缠了起来 不料侯刚醒来便开始破口大骂 你他妈把我捆起来是想我死啊 今天我让你先死 边说边伸出手来掐她的脖子 朱小梅用双手使劲的伴着侯刚的手 同时身体用力的往外面退 这样就把侯刚从床上拉到了地上 之后她又立马的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围巾 缠住了侯刚的脖子 用左手把床旁边的电线给拉了过来 直接缠绕在侯刚的脖子上 绕了几圈以后 她用双手使劲的拉电线 没过一会儿 侯刚的侯间发出咔的一声轻响 接着口中吐出血沫 身子软了下去 倒在了地上 但是朱小梅仍然怕侯刚不死 她就去客厅拿了两个塑料袋 套在了侯刚的头上 又拿出了电胶布缠绕在侯刚的脑袋 从下巴附近一直缠绕到额头附近 她的目的是让她不能出气 置其死亡 在这个期间 儿子小熊一直在她的房间里没有出来 到了中午1点左右 有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到了朱小梅的家 称有人报警说 屋里面有打斗的声音 朱小梅就站在门口告诉对方 什么事情也没有 等工作人员离开以后 她就下楼把清理物扔进了垃圾桶 反身上楼 拆下了侯刚身上缠绕着的那些毛线 电线 胶带 统统的装进了一个空米袋 又扔在了路边 随后骑着电动车前往报案 于是就发生了今天楼开头讲的那一幕 2020年2月16日 朱小梅被刑事拘留 同年5月15日被逮捕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朱小梅故意的杀害丈夫侯刚 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 依法应与惩处 宣告被告人朱小梅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朱小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侯刚 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 共计人民币25万7271元 当庭侯小梅提出上诉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上诉人朱小梅因为不满被害人侯刚 长期殴打其本人 即妻子小熊 采取雷镜舞弊等方式 致侯刚死亡 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依法应与惩处 但是朱小梅因其犯罪行为 给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造成的经济损失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朱小梅主动讲述了 杀害侯刚的整个作案过程 认定有坦白的情节 依法可以对其从情处罚 而且被害人在本案中有一定的过错 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原判对于朱小梅应当赔偿的丧葬费 计算有误 应与纠正 最终上诉人朱小梅 犯规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剥夺政治权利5年 应赔偿 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侯刚 经济损失 共计人民币25万2785元 好了 今天的讲案就到这里 那么大家是怎么看待朱小梅 这一尽险母性 又有失人性的行为呢 欢迎您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 本来朱小梅是可以用解除婚姻的简单办法 避免孩子和自己再受伤害 也可以借助法律来维护他们娘俩的权益 偏偏朱小梅做了一个最错误的决定 欲识俱焚 值得吗 当然 老今天讲的这些案例 是重组家庭的一个特例 但原生家庭的孩子 与重组家庭的矛盾 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而且与夫妻关系受到的影响比起来 孩子往往是受到伤害最大的一个 所以说婚姻不是儿戏 可千万别说节就节 说理就理